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显示屏显示请加水 然后取下水箱 装入纯净水 打开豆香盖 放入咖啡豆 显示屏会依次显示自减 正在加热 自清洗等字样 每次开机都有自清洗功能 当机器显示准备好后就可以使用了 咖啡出口可以根据杯子高度上下调整 旋转粗细调节钮 调整咖啡粉粗细 顺时针调粗 逆时针调细 用间隙目体按下中间圆柱 还可以继续调整 进入菜单调整咖啡粉量以及咖啡温度 点击小杯键按钮 显示屏会依次显示一小杯 酝酿造 在磨豆时一直按住小杯键 直到需要咖啡量时松开 如果需要用咖啡粉酿造咖啡 按下控制面板上面的加粉键 当显示屏提示请加粉的时候 打开豆粉盖用随机赠送的咖啡勺 取一勺咖啡粉 倒入加粉口内 注意哦 只能添加一勺咖啡粉 多加会自动停止酿造咖啡 按下小杯键或者大杯键 机器就会酿造咖啡 接下来你就可以享用一杯纯香的咖啡了 再按一下加粉键 就会回到准备好状态 这款咖啡机还有热水功能 在显示屏显示准备好时 顺时针旋转左侧蒸汽旋钮 会从蒸汽管出热水 接下来做一杯卡布奇诺 这时候用到的是奶泡功能 将奶泡旋钮选至热水位置 在奶罐中倒入牛奶 或者直接用奶泡吸管置入牛奶中 选择控制面板上面的蒸汽键 显示屏就会提示蒸汽准备中 请稍后 当屏幕显示蒸汽准备好后 打开旋钮 显示屏幕显示正在出蒸汽 当蒸汽管排出五秒钟蒸汽后 将蒸汽管向外转动 当达到需要的牛奶量时关闭旋钮 每次做完奶泡后清洗奶泡器 将奶泡吸管置入清水中 将杯子放在奶泡喷嘴下面 打开旋钮 清洗 清洗完毕 关闭旋钮 再次选择蒸汽键 机器恢复准备好状态 将加热的牛奶杯放在咖啡出口下面 调整咖啡出口高度 做一杯咖啡 咖啡酿造完成之后 就是一杯卡布奇诺 显示屏提示 请倒渣时倒渣不要关闭电源 直接打开酿造门拿出废渣盒 倒渣清洗并且装入 然后关闭酿造门 需在显示屏显示 准备好时才能关闭电源 打开酿造门 按下Press出水瓶拿出 清水冲洗水瓶推入 听见啪的声音 确认安装到位 关闭酿造门即可 关机状态下拿出废水箱 倒掉废水清洗废水箱 安装 美宜农咖啡机 中国智能咖啡机领航者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